好来看看今天晚了 给大伙带来三国战机二代的这个100版 也是初版 权威最高难度的这个速通 这次呢是来自于这个纯键盘流二代 因为以前有个纯键盘流啊 也是玩这个游戏的 有纯键盘流 还有什么格子伙子啊 以前我在2012年到13年期间 我就对吧 我就知道这些高手 但是现在呢 这个游戏还是玩的少 就即便是很多人玩 都玩三国战机二批 也就是为二plus 就是寻凶生骂 很少玩二的 因为这个二代吧 我个人感觉 他的剧情非常的饱满 理论来讲 他的剧情比这个三国战机 这个二批要狠啊 但是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 你看这个放必杀是放宝 然后呢 加上没有那么多武器啊 诸葛亮除外 所以说显得可能就比较无聊 诸葛亮也不能说除外吧 他也无非就是五火神焰 这个祝龙神火扇 啊不 五火神焰扇和这个 天罡批水扇 他不像那边还有乌宇 还有那个赤锋 对吧 所以说这个版本呢 就玩的比较少 但是呢 个人感觉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入手特别特别难 但是玩进去之后呢 他的补血多 相当于生存角度上来讲 这个版本就非常简单 给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上手特别难 而这个三国战机二批呢 就上手呢 跟这个三国战机二差不多了 他甚至还取消到了等级系统 而且呢 武器还比较多 但是有个缺点 就生存角度上来讲 如果你不复制的话 不好意思 那很相当难 因为他补血特别少啊 好 这里面跟大家讲 所谓的速通呢 前面祝国亮比较慢啊 因为祝国亮只有拿到火扇之后 这个人才富满起来 而且呢 他在依靠什么呢 依靠这个 这个八卦阵 很多人说他玩的也太菜了 一上来就费了这么多血 他费血也正常啊 因为他要勾引这个夏侯敦 他要勾引夏侯敦回到这个 这个不忘坡里面的话 那么他一定要降到这个半管血以下 才会把这个不忘坡的这个 才会把这个夏侯敦引到不忘坡啊 所以说呢 费血呢 这是常事啊 他不是 你可以说不是特异的 也可以说是特异的 他就是特异的 有点 一会儿有点自残 有点血差 好 不是这个不是原版的复制不了 这个是什么版你也复制不了啊 这是三国战技二 你很多人都知道 那个三国战技二的这个原版 好 他还是吃血了 该 那他直接想秒掉 兄弟们 那他就是想秒了 他不想 不想走巨型了 兄弟们 好 直接上了一手 这个防住的少了一点令 少一点令 他不想了 不想了 这样的话是直接秒掉 下堆 这个三国战技二代的复制 是二代的复制啊 二代的复制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二代的复制呢 是分204版本和205版本 这个三国战技二批啊 三国战技二批 咱们这个就一共是官方 一共是三个版本 三国战技二 啊 没有神经骂啊 不是二批 三国战技二 100 103 106 这三个版本 那比较出名的 就100和106版本 大家会知道吧 大家会后来有看改版 什么106S和3S 都是106啊 对吧 有的是方天化戟 可以解锁 这个二级 三级武器 解锁必杀技之类的啊 然后呢 再就是三国战技二批 二批呢 一共是有两个版本 官方 一共两个版本 一个是204 一个是205 204呢 是可以复制 205呢 是不能复制 但这两个版本 都有一个通用的bug 就是无限神器bug 就当你这个放完神器 屏幕上赌秒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选择 对吧 这个两个人 剪三件衣服 而你就可以 然后就剪成无敌时间 这样的话 无论是白虎神器 轻轻神器 你就可以 无限的 使用了一个神器 那如果是白虎的话 那个boss 除了那个大象 会前冲之外 这些boss都不会攻击 所以说呢 显得比较猛 但是事实上呢 好 准备好 在这跳一下 哎 这样的半天不动 直接掉下去 但是呢 2P跟2吧 我现在是比较喜欢看这个 2的改版 就是剧情方面上 2是饱满的 大伙动漫 2P就跟风云再起一样 就三国战机风云再起 虽然说多了很多元素 多了很多boss 比如说曹章曹丕 对吧 他加了很多功能 这我就不多说了 肯定是好 但就关卡的数量来说 他是少了一个 他少一关 你玩第三关完整版 玩到张辽那 那就是张辽的那个版本 如果你玩到曹章跟孟悠那 那是另外一个版本 那他就会在 吕蒙那个关卡和 左辞那个关卡会 跳过一个 就怎么也要跳过一弯 大伙能理解我说的吧 而三国战机原版就不一样 他就是正常多一弯 这个版本也是 三国战机2和三国战机2 三国战机2P就不一样 好 我们看看 一会儿是 打曹人 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这个曹人 我要跟大家讲 玩原版 一般呢 很多大神的玩法 都是选择招降这个下后蹲 然后呢 走这个上路 不走这个白河路线 一般都是这个路线 兄弟们 但是他这个是速通的玩法 那么速通的玩法呢 就是要走这个白河路线 然后不招下下后蹲 走白河路线 跳左辞是bug 严格来讲 谈不上bug是游戏技巧啊 你不能说是bug啊 游戏技巧跟bug 他肯定不一样啊 好 一顿大水 一个灯 倒着放啊 好 也不放水 也给秒掉 反正据说是没有二级武器 放不了 这个 跳左辞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 大家会都知道 打死boss会触发这个 触发游戏剧情 但是呢 有的boss就不一样了 你比如说 他认为 就是游戏系统认为 只有 只有这个 这个路迅死了 左辞才能出 大家会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只有路迅死了 左辞才能出 就如果你路迅不死 左辞是不会出的 无论你怎么投币啊 当然你投币落下来 对吧 他费血 费到最后一丝的血 你不打死他 也就那么回事 只要你对吧 只要你不打死路迅 左辞是不会出的 但是呢 你把路迅打死了 这个沙蒙科还没死 沙蒙科是一个小boss 他会触发boss死亡 独特的特效 屏幕一闪 一个大光闪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系统啊 他就会认为 我他妈的 我当时死了个boss 那我路迅死了 唯一的boss就是左辞 他的设计的初衷 是因为 你左辞不可能死啊 对吧 你杀死路迅 那你沙蒙科一定会死啊 你不可能啊 他没有想到这个事嘛 所以说 当你把这个左辞在场 当你把这个 这个沙蒙科捅死之后 对吧 他就会自动跳成过关 他用路过关 你会发现 沙蒙科死亡 他掉落的物品 并不是杀死 沙蒙科掉落的物品 而是杀死左辞掉落的物品 他会给你一个大莲花 给你一个天盾书 这应该算是 就是 一种技巧 他设计这个的时候呢 是一种技巧型的bug吧 因为他设计这个时候 他的理论上来讲 是你怎么可能 在不打死路迅的时候 对吧 你想 你杀沙蒙科 沙蒙科一定是半管血 才逃走的 他一定是半管血逃走的 而且沙蒙科也可以不出来 比如说你杀了半管血 沙蒙科 这个准备要出来的之前 你把那四个水兵 快速的秒杀掉 这个沙蒙科就不会出来了 这不光是沙蒙科 你把所有的小兵快速打死 他你甚至都不用什么 跳到那个台子上 不会对吧 不会被这个路迅的这个技能 就是前期还没落下来 那个全屏技打到你 他有很多种全屏技 又是什么 下雪啊 又是旋风啊 你只要快速清兵 他是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能理解啊 但是呢 既然你出了 那就是这个意思 他认为半管血的沙蒙科 一定会比你 这个一管血的路迅要死的快 对吧 那就是你的这个bug的定义 是这种定义 这种定义不一样 其实也是 你像我记得玩三国战技 那个无双版的改版 对吧 最开始就是 最后呢 是两个boss 而不是四个boss 一个左磁 一个曹操 一个黑 一个黑 黑下猴 一个黑 下猴盾 一个黑下猴渊 对吧 但是这些boss呢 正常他想让你打的主boss是谁 主boss是左磁 但你把那个黑 黑黑下猴 现在应该不行了啊 但之前是 你把黑下猴打死了 他按理说 左磁的血量 你看起来多 但是没有那俩多 那俩你看不见血多 但你如果 你把他打死了 好像你直接就是可以通关 只要屏幕一闪光 也可以通 好来看看 这时候给一个 正常给扇子啊 放了一个流马 这个扇子是 如果这样神器中的神器 其实只要有这一把扇子 就够用了 很多人说 那打那些 怕冰的 你要用冰扇 不打他更快吗 但是你有这个火扇就够用啊 根本就不需要扯 那些有的没了 这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 原版呢 咱们叫 三国战技二原版 叫什么 叫张和战技 大伙理解吧 什么叫张和战技啊 懂得都懂 好破防 血杀一点 直接定住 好 混乱 加那个什么 加封印 这个捡起来 是加那个什么啊 好 封印 再加混乱 然后再来一个封印 啊 你只要快速打死他 就能招降 但如果说 那个二代 二批啊 如果二plus 就熏熊的话 你快点打死他的 过程当中 你还要给他扔神龙骨水 张和 哎呀 有了张和 你就知道 这个助量 跟一个82年的老变态 是一样 一样的啊 知道吧 反正他这个必杀 叫放水 是很 然后 士气满的话 放水应该是 士气满的话 放水应该是 偏蓝色的 要不然就是灰色的 张和战技 三国战技二 叫张和战技 三国战技二批 叫做徐晃战技 二批里面 有了徐晃 你就知道 对吧 三国这块乱不乱 还是我徐晃 说的算 对不对 有个三国版的路啊 你说梦三国吧 梦三国 那个张和是后期啊 应该当时 我记得当时我玩的时候 是三国 梦三国里面第一大后期 他的技能 我记得很清楚 技能 我记得很清楚啊 这个大招是最牛逼的 什么牛逼呢 他会在所有敌方的这个人物身后 产生一个幻影 然后呢 这个幻影有一定的血量 但是呢 并不是就是就是 可能是会接受两倍 或者三倍伤害 你你会选择跳到任意一个幻影处 然后变成真身 大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你不仅能探视野 而且呢 还能迅速跳到一个 任意一个幻影的身上 变成本体 然后进行输出 他是近战物理输出 但是他后期的话成长非常高 这也应对了三国 三国里面张和这个人物的特色 因为在 因为在这个三国里面啊 早年的这种S级别武将 全都梗屁了 无论是从吕布开始算 什么赵云 什么点围 什么关羽 张飞 马超的 只有张和这么一个一线顶尖了 那么那一线顶尖 我拔头 不好意思 那我对吧 那我张和就是第一大后期嘛 对吧 那么一招 那他设计的也蛮好的啊 牛津是刷分用的 这个版本不是刷分用的啊 你说那是2P 2P的话 2P的话刷分用牛津呢 明显是单人刷分的玩法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是多人刷分 还得是马超 还得是马超 两个马超 小飞镖 就是一顿撩 一手一扣四 魏妍都打不过张和吧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魏妍跟张和还是差一点 好了直接秒了 兄弟们 这就叫做八卦阵配张和战绩 其实说难听点 就即便啊 就即便这个 没有这个八卦阵 这个张和也是屌的要屎啊 就记住了啊 这个张和 就首先你八卦阵一放 然后就把落地打下来一下 把他第一下弹起来之后 然后你就 哒哒就转球那个地方 就KO 就是干啊 魏妍也是一线顶 但是呢 就是明显是比张和要弱半头 弱半头 没办法 这就是 这就没招 魏妍比张和确实差 差很多啊 但是就带兵能力的情况下啊 我觉得 他不如这个 不如这个魏妍 不过呢 在情伤方面上 我觉得张和还是比这个魏妍啊 要这个高很高 魏妍情伤也会特别高啊 魏妍这个人不会省时度时 好 猪狗快走 好 混乱加封印 托马斯 哎呃 再烧一下 落地 A一下 然后直接A死 他这个伤害都计算得非常好啊 这伤害都计算非常好 将军为何助纣为虐 啊 何苦共服打 你还想吃那个 这个雷电这个东西是 那个谁吃啊 只有只有是战士才能吃 对吧 有的战士他吃不了那个卷轴 只有只有法师才能吃 就是或是谋士 不认为了 有的战士才能吃 什么呢 也不过 有的战士 如果有的战士 就要 这个战士 不是 你还没问题 就要 有的战士 有的战士 好,來看看 好,張療 一手 發雷滾天 奔雷8000 小時候是奔雷8000是號 這個戰甲是赤油戰甲 這個衣服是赤油戰甲 好 勾回來 然後再 這個地方再勾 勾 這就是張和戰記 但張療這個人是不會投降的 三國戰記二代 我跟大家一會兒三國戰記一代 張療你可以上來就可以選 你可以通過隱藏人物選 或者說通過三國戰記的這個119 可以直接選 甚至還可以選雙張療 但這裡我先不多說 我的意思是 二代裡面 你不僅選不了張療 你甚至連張療的原禁令也沒有 你們發現的沒有 張療就是這麼神奇 非常的屌 瘦化變形戰士 這阿三哥一天天奔吧的 對這個瘦化變形戰士 肯定是有點說法 好,雙下猴 三個路 咦,一個賭神 雙中驚 好,再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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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勾回來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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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at 托馬斯 脫閃 去 托 が 度 leben k o double kill 赖不赖比不赖比呀 诸葛亮配张和 对吧卡卡就是对吧 铁锅盾大鹅 这玩意谁说是谁的 好来看这个音乐啊这好听 皇上到六将没有不好意思啊 皇上到六将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刚才你就着想了咋六将啊 好 一个火扇 两下 好 一个封印 再混乱 混乱是给这地方加什么的啊 我们我们通俗上如果混乱加给咱们自己的话就是咱们首先啊就是 里面左右就是 上下左右随机了 哎呀呀呀这个很难 好 我这把梨梨花开身 早就饥渴难耐了啊 啊 你看这个火扇多猛 满足一下行我一会看看有没有啊 主公饶命啊 单A 打 好 好 你為何亡我 你太狠了 好 大家會聽到一個非常清脆的聲音就是 好 你看過關之後 這諸葛亮早在三國時期就會用遜雷了 因為諸葛亮最狠的就是練雷 雷 雷霆萬鈞 你就會聽點叮的一聲 能理解吧 ерг éner 蠻能理解吧 他一放雷就是这个声音知道吧 孟德为何自裁 他的意思是天为何亡我 在三国战争二代想要招强曹操 这就是二批 二批里面要招强曹操 是需要集齐双神器 让他认为天双神器 集齐双神器在场 只要是什么神器都行 双神器在场 而且还要配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民兵策 打死他用民兵策打死 在双神器的加持之下 曹操终于认清了自己 天亡我 再加上迷心所向 这么多血的一个boss 敢敢当当就被秒掉了 太变态了 一个雷 放水 放水 这里面你看这个小兵 A一下就死了 这个火扇是真尼玛赖 谁要不说火扇赖 我都该咋地的 这两管血的boss就不用想了 饿就完了 对吧 就是一手饿 完了 谁给你扯那个八二年毒子 对 军定状必须点吃 军定状不吃 那肯定浪费了 你只需要知道 一个八卦刃 外加一手张合 就是一个boss 而且张合不用变成一句弦 像刚才那双boss都可以秒掉的 一个雷 直接进屋 上山洞了 好 右右右 右右右 一二三四五全是右 看清楚他点的全是右 但是如果你要速通的话 可以选择不打的 对吧 还是要进屋 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冰扇 兄弟们 天刚劈水扇 直接雷死 跳A 再跳A 然后再跳A 然后再 你就联系打九下 联系打几下就行 他是跳A乘两下 5% 很多人是为什么不把那个火扇扔了 哎 火扇还有用处 只是冰扇 只是打这个沙漠科牛逼而已 对吧 你要打沙漠科而已 好 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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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这一个上条 这个牛 我一定要把它做成那个熟牛肉 让我想起来 想当年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啥 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个 对吧 看水浒乱 哎 这么凌冲啊 武松啊啥的一去 来 小二 对吧 先把那个酒壶都给我打满 再给我上一壶好久 过来两斤 对吧 熟牛肉 完了个仨 好吃啊 好 直接一手混乱 来看 一二三 一一 对吧 一二三 这玩意真是啊 你欺负这沙漠科是热带里雨林的选手啊 直接给人沙漠科秒了 太得了 解雾吧 童年的阶级出现哪一年 什么叫童年的阶级出现哪一年 你分地方啊 你像那种咱们国 咱们国比较开明的 比较开放的港口性城市 上海啊 深圳啊 什么可能之类的 开放的早一点 对吧 深圳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吧 但我就说 比如上海 北京啥的 文化 对吧 这个 之都什么的 那有的地方 你想我家 我黑龙江 现成小土鲁咖的小破地方 我玩 我看到街机的时候 都已经是 九几年 97年了 9797年 我们家才有街机游戏厅 虽然说早就有那个什么了 早就有这个 FC啊 MD啊 这游戏厅 但是街机 那时候没人开得起 好吧 好 先把这个boss描损 大象的话 还得靠别的 我是9798年左右 才有的这个 这个 那什么 这么说吧 我最开始玩全黄的时候 我最开始玩全黄的时候 就已经有97了 我 我 我就是这么说吧 我知道我们那有这个 还早啊 我知道我们那有 就是说我只是我没去而已 但是也找不了太多 也找不了太多 然后 呃 我哥 因为我在我哥那时候 最开始他只玩95 还有94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街霸 9594 但是呢 没有这个96 9798 他玩的时候 那他是线 我是震 他比我大一点点 哎 懂我意思吧啊 但如果说是当时的牡丹江人呢 也许可能就更早了 哈尔满的呢 那更早了 有可能啊 对不对 说实在的 我第一个玩的游戏是96 因为我说哪个游戏简单 他就告诉我 我哥们就告诉我 这个游戏简单 我说怎么简单 他说你选一个千鹤 再选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 高尼兹 暴风 我说那 对吧 能选 这不是隐藏人物吧 能选吗 我听说选不了 他说这个版本就能选 嘿嘿嘿 事实证明 那个版本确实能选 只用一个箭子就能通关 用那个高尼兹 点重腿啊 一直重腿就通关了 用千鹤 更你马赖啊 那千鹤赖个逼行 好 一顿顶 这门顶一下顶不碎啊 太得了 我家是哪里的 我家是 黑龙江省 对吧 积西地区的 对吧 往密山这边走 有一个叫虎林市的 以前叫虎林县 现在是县级市 叫虎林市的地方 再往东走 啊 对吧 过了这个迎春林业局之后 有一个终点站 叫做东方红林业局 那就是我 你懂吧 就说这个意思 这放雷啊 这一定 这肯定是要放雷的 想都不要想 我家不是蒙南江的 是那你要这么说 那我家还中国的呢 我小时候不是蒙南江的 我现在我在蒙南江买的房户口在这 我可以说我家是蒙南江的 那你说我 那我小时候我爸妈家在东方红 那我小时候我爸妈 那刚生我的时候 那那时候还没有房子呢 刚生我的时候还住在我爷爷家呢 我爷爷家还是在东方红林业局所属的马鞍山农场 那怎么说 那我爷爷对吧 那还有地呢 那一天天哪缺菜吃啊 虎林没有江 你说那虎林是虎头的江边 不过虎头也是虎林所属 因为那叫虎林县的虎头镇 号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地方 但是说到这里我一直不理解 有的人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地是虎头 要塞 但是要有人说黑龙对吧 第二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地是 那个宁安的那个要塞 那这玩意到底谁说的是对的 被电了大哥别闹了 火龙翻江 赶紧就这个吧 其实冰扇打他费解还是多 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给他放一个混乱 但是你放的话就是增加攻击力啊 没说的 那你要五盒楼是啥 五盒楼是个虚构的啊 双压山对你要说双压山的话 双压山他就是一个地级室 但这个双压山市呢 他有一个市所属的一个县叫饶河县 说实在的饶河县距离双压山呢 还得有一百多公里啊 挺远的啊 但是实话实说 那就确实是属双压山所属的一个县 而我家亲戚 我二哥就是饶河县 我们说疫情严重吗 本身来势汹汹的周耀封城 说有两个从上海回来的病例 但是经过全民核酸普查 外加这几天的控制 发现没有病例 新增病例 所以说一个座 明天可能就要解封了啊 我其实也没有说什么解封的 明天所谓的解封 其实无非就是饭店啊 都让营业了吧 估计啊 好来看看 这是无管血的孙玄啊 那肯定是一下打不死 对吧 当然选择再放一个 赌神伤周经 你看给自己补给一下啊 好 再跳过来 赌神伤周经 一下就死 那你何不来的 还放一个这个 浪费时间啊 爱你头脚 不要乱讲 很多这个 好了 直接扔出来 什么意思啊 扔出来 你要扔就扔起来干嘛 当然的啊 如果是改版的话 就会还有最后一关 但是二代里面最终的boss 无论你怎么打啊 最终的boss都是 你最后反攻五五啊 打第四关反攻五个 最后的boss也是打那个孙玄 但如果是改版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个孙玄爆走的一个场面啊 那片尾的最后呢 也是感谢纯杰门流 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